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当鲁这些沉的热水 因为用了几个小时 始终有点味道 就是你学说是有点臭味 所以我回来之后 都会将它用一些清水再冲一次 然后晾干些水 这里一边热着泡沫 在上面切些薑 将这些薑切成粗条 这里大概用了四片薑 然后切几条葱 我只需要这些葱白部分 锅大概热了四分钟左右 加少许油 将薑放进去 贵的rain 出来用鱼先搅拌 一般鱼 Ш années 炸鱼的甜点 不断鱼做鱼才可 但吃的时候会吃到很香的姜味 肉类也是一样 爆香的姜 加入葱 放入鱼 把鱼铛在表面上 平时鱼铛是用来蒸的 但不允许放鱼鱼鱼 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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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加少許黑糖 糖不用放太多 大約有2茶匙 然後再加25毫升白酒 我用的是雙精酒 如果有日本酒的味道會更加好 因為日本酒比較清香 加好材料之後 蓋上蓋子 烤焗 記得把它收到最小火 煮了7分鐘 現在已經可以吃了 但我喜歡吃比較軟的鹹 如果喜歡吃爽口 可以在大約3-4分鐘左右 把鹹反一反 或者可以倒多一點醬油 讓醬汁更多蓋面 把鹹反面 把鹹反面 再加上蓋子 還是收回小火 再燜幾分鐘 這些鹹再煮多了7分鐘 要多一點點 看上去顏色比較淺 如果喜歡深色一點 可以加一點老抽 看上去就好看一點 因為今晚我們不想吃 這麼深色的食物 所以做到這樣就可以了 在上面加一點蔥花 好 這個大鹹 做好了